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如何分辨Jomolong的真價 我知道Jomolong應該是很多小資料 都希望可以得到的香水品牌 但Jomolong的價錢真的不便宜 目前的定價分別是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會 上網找人代購 或者是上網平台賣 可能是蝦皮之類等等 因為我實在聽過太多人說 買到假貨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說幾小接事 讓大家可以容易些 分辨是真還是假的Jomolong香水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和Jomolong有什麼關係 我在這裡再說一次 就是我之前在Jomolong上過班 所以基本上 我對Jomolong這個品牌是非常熟悉的 就算我現在已經沒有上班很久了 但是由於我家裡有非常多的Jomolong香水 基本上他們每一年出香水 只要我喜歡的味道 我就會買的了 加上之前我自己也有讀一個調香絲的課程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調香絲來的了 但這個不是重點 反正我就是希望大家 就算不經常接觸Jomolong 都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到Jomolong的真假 首先第一樣最容易分辨的 就是價錢 普通100ml的話 在香港買就1100元港幣 我之前拍過這條影片 分享過我有很多Jomolong香水之後 我看到很多人都有DM問我 我看到一些Jomolong香水很便宜 可能半價甚至三折四折 那要不應該買呢 我的答案是不應該的 就算是中網上自己的員工 他們是有員工優惠的 但最多都可能是八折或七折 所以五折以下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之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可以用價錢來分 第二個就是包裝問題 我上網看到有些人說 紙袋或是盒的顏色 真貨和假貨是會有一點色差的 就說假的黃一點 真的比較淺黃一點 但根據我自己以前的經驗 就是批切的問題 因為曾經試過有一次 就是完全是改用了第二種料 所以顏色上是有分別 但我不知道現在也沒有相同的情況 但以前呢 就算是在counter裡面 都是有不同顏色的紙袋出現 所以我就覺得不可以單憑 紙袋的顏色來分真假 紙袋方面 本身中的包裝就是一個盒裡面 它們會塞一些黑色的T-shirt paper 再放香水或其他產品 這樣去固定產品 第二個方式就是 紙袋裡面會有一個紙架來固定產品 你跟不同的形狀 這樣塞進去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就有這兩個做法 但我上網看到 有些人說裡面會有一個海綿的架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遲些我回香港 然後我會去中間洞去求職 全部都是同一個顏色 很不平色的 很久以前 有啦 然後一支都有啦 然後帶其他大的盒子 就是一定是suit paper 但有機會是不同的 就會不同顏色 最主要是黑色的 這盒一定是這樣的 黃色的 這盒是實在一點的 你摸下去 假的是很滑的 而且這些黑色的 很純實的 薄厚的 對啦 它如果是假的很容易起的 因為是一個sandle 你不要想首先摸到的 假的是再軟一點的 因為它綁的時候會挺身的 所以它是有少少的 少少硬度 接著就是香水的顏色問題 中間的香水就是這樣 透明是完全沒有顏色的 另外呢 就有這樣黃黃的 這樣一起拿就很大方便 那香水的顏色 亦都不可以代表香水的增加 因為製造香水的原料 每一批都不同 因為有些製造香水的過程 是用天然的物料去提取的 所以那個顏色 就是來自於去提取的那批的原料 如果這個顏色可能深一點的話 就會出來就會這樣黃色 那如果它是 那批沒什麼顏色的話 就是這樣 就像Digermanone Red Rosas這樣 它本身就是粉紅色 但是有時候它會淺一點 有時候會深一點 就是因為 根據不同批次的紅玫瑰 都會有影響它的顏色 那所以呢 大家是絕對不可以看顏色來 去分別它的增加 因為香水放得久 都會慢慢變黃 所以譬如這支Pione 本身沒有那麼黃 但是因為我放得都很久 所以它也是變黃了很多 有很多的因素 都會影響香水的顏色 那接著呢 在香水的外觀上面 其實都可以看到 真還是假的 那首先就可以看它的蓋 它的蓋是很緊 是非常之不容易掉的 但是這樣拿著它的蓋 是完全不會怕它掉下來 全部都是可以 就這樣拿著蓋是沒有問題的 對 是不想這樣拚也沒有問題的 對 有一點這樣 你會感覺到有一點拉扯的感覺 大致 100秒都是拉扯的 力度 因為很多假的 我看到上網很多 可能有什麼造工問題 或者是 我不知道其他原因 它這個蓋是很鬆很容易掉出來的 接著呢 就可以看它這支管 它這支管 它這支管不會太長 不會太短 它是剛剛好 去到這個角位就停了 就像這30秒 你會看到它是剛剛好到底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吸管這個位 有一個白色的頭 每支的中間 白色這個位都是這樣的長度 我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早前 我就去買其他香水了 那我就看到這一支 是不是眨眼會以為是中間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中間洞 應該是韓國牌子來的 因為我在韓國的藥妝店 買到它 它無論整個包裝 它的紙 它的設計 還有它的香水名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不是中間洞 就真的不是中間洞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支管 很明顯相比之下 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有一點問題的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支沒有那麼順眼 這支是順眼很多的 那就是因為 的而是不同牌子的關係 然後我剛才不是說 這個噴頭應該是白色的 但是我上網找過說 現在可能有些假貨 都是會特意做白色的 做工都開始越來越好 所以這個頭也有幾個白色的 所以這個未必是一個好的分別方法 然後打開中間洞的香水 看這個噴嘴的位 每一個中間洞的香水 就是這個噴頭 它都是 塌塌塌 你不會覺得有瑕疵 但是這個非中間洞的 你會看到 這裡是有一點點空隙的 那不是說 中間洞的香水 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噴了的問題 其實是 有機會出現一些刺貨 可能它這個頭鬆了出來 或者它這支管 整支掉了 中間洞的香水 是有機會有這些問題的 但是 很少 還有 中間洞的香水 全部這個位置 都是啤死了 你是怎樣扭不開 你選擇拔也拔不到 那有些假的 中間洞的 它這個位置是拔的 看到那些一看就是假的了 它的貼紙 也是一個很好分辨的方法 正面這張貼紙 然後你反轉 你這樣看它的時候 你會看到 是非常之順滑 是沒有任何的一些泡泡的 每一支都是沒有泡泡的 因為如果黏得不好的話 你會看到這張貼紙的後面 它會看到一些 氣泡的物體 那這個就是黏的時候的技術問題 還有它後面的貼紙 是會寫著Made in England 然後它會有一個 它產品的code 那這個code 就是給中間洞的員工去 可能計價錢 或者點貨的時候用的 那後面這張貼紙 其實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就是一些介紹和一些 它不是寫英文 不知道它寫什麼 然後中間正面這張貼紙 它會有金邊 它這個金邊 是你怎樣刮 都不會刮走一些東西的 我剛剛這樣刮完之後 你會看到 紙巢了 而不是金粉沒有了 但是如果是假的話 金粉是可以馬上被刮掉的 那所以剛剛說的 就是可以從外表上去 分別中間洞的真假 那另外還有 最後一個方法 可以分別中間洞的真假 但是這個方法 可能就是適用一些 比較靈敏 或者是你對中間香水某程度上 都有一點熟悉的朋友 才可以比較應用到 就是去直接聞它們的香味 因為其實每一支香水的香味 用的成分不同 它們的成分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就算只是差0.1毫升的分別 它們的香味都可以差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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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和解香水噴出來 第一一下 味道很像 但是其實這個只是屬於前釣 但是因為還有中釣和後釣 如果你噴上身 你經過30分鐘之後 100%會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剛剛這支韓國版的 它噴出來的味道真的很相似 當然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這個可能是你的鼻要靈敏一點 你可以立刻分別到 但是如果你的鼻不是那麼靈敏的話 也不要緊 你只要等它的中釣和後釣出來 你就會知道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先去Countdown或者去Shop裡面 試試了真正中釣的香水是什麼的香味 然後你再上網購買 這樣就可以減低被騙的機會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 分別真假中釣香水的小提示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香水或者中釣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盡我所能回答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能會再拍一些 關於香水的更詳盡的影片給大家看 但這段影片絕對不是幫中釣和賣廣告的 純粹是 我是 由中釣的員工 變成中釣的粉絲 對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大家喜歡我分享的話就給我一個禮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了 謝謝大家收看 Bye 謝謝大家